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迷雾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 我们的男主铁锤仍在孜孜不倦的窗户 这场暴风雨来势凶猛 一夜之间把铁锤所在的这个小镇搞得是狼藉一片 很多动植物都领了好碗 铁锤刚画好的一幅画也惨遭容忍 变得面目全非了 哎呀 要说这么大一棵树都能被连根拔起 而铁锤家的房子还没有被刮跑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 更不幸的是 铁锤家的床屋也被隔壁邻居律师老抽书家的树给砸了稀巴烂 这个时候一大片迷雾不怀好意的从山的那边飘了过来 面目猙獰一看就是来讨车 床屋被老抽书家的树砸坏了 铁锤当然要去叫做说法 他们两件之前就有矛盾了 因此老抽书一看见铁锤就没好气 说话夹枪带棒把铁锤噎得够呛 不过铁锤不仅没跟老抽书计较 而且还让老抽书搭了自己的顺风车 他们在前往镇上的图公 看到很多军车向深山的方向逝去 也不知道在搞什么猫腻 据说在山里面有一个导弹研发的秘密基地 而且前段时间好像还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碟 飞碟里还有一些被冻僵的外星人的尸体 这场暴风雨造成的损失可不小 很多人都涌进了超市 由于停电营业员一个个忙的是脚步站地 这个时候正在休假的狗正大头和毛蛋三个当兵的走进了超市 铁锤所在的这个镇子不大 大家伙彼此基本上都认识 当这帮人正在闲聊的时候 一辆辆警车和消防车呼啸而过 也搞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 狗正等人正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宪兵酱油哥找到了他们 说有紧急任务让他们赶快归队 这个时候满脸是写的王大白向超市这边跑了过来 看样子像是刚被人给胖揍了一顿 神色慌张的王大白进来之后 就说物里面有怪物 刚把他一哥们给拖走了 大家伙一听可吓得不清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小规模的地震 也有说是工厂爆炸造灵 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 总之把超市里的人彻底下尿 基督徒冷单神是个脚石棍 他认为死神已经杀到了 目前的状况就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龙涛姐着急回家看孩子 希望有人能开着速度她 听了龙涛姐的请求 所有人都不吭气 而且也不跟龙涛姐对视 铁锤说大姐你别看我 我要是走了我儿子怎么办 你的戏片已经结束了 赶快出去领盖饭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超市里的人很快就划分了几大块 铁锤和营业员东梅 大姐等人聚在了一起 铁锤正在超市后面的仓库 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东西试图破门而入 鸡贼叔和店员小眼镜等人 过来摸情况 发现排气孔被东西给堵住了 店员炮灰地自高费用 打算出去解决掉 排气孔被堵塞的问题 作为中产阶级的铁锤 不建议炮灰地这么干 但是却遭到了底层 工人鸡贼叔的嘲讽 鸡贼叔认为铁锤就是个臭花花的 没资格跟那指手画的 表面上看这只是意见向左 其实从根上说 其本质就是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在鸡贼叔的怂恿下 傻乎乎的店员炮灰地打算出去看 卷闸门打开之后 怪物突然就出现 上去就把店员炮灰地搂在了怀里 铁锤等人经过跟怪物的拉锯站 最终没能保住炮灰地的命 要说这鸡贼叔是真鸡贼 都到这份上来 还强词夺利为自己辩解 把铁锤气得上去就是一套组合拳的 为了防止有人出去送命 铁锤首先把怪物的事 告诉了德高望重的老抽叔 希望老抽叔能把这件事转达给大家 可这位老抽叔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死活就是不信的 铁锤等人无奈 只好召集大家开了一碰沉会 把炮灰地被怪物拖走的事 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由于铁锤在镇上没什么威望 因此他话很多人都不信 为了验证真伪 店长等人来到仓库查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店长当时就会吓尿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就在大家都忙着构筑防御攻势的时候 律师老抽叔和基督徒冷戴婶 开始添乱了 老抽叔认为所有的怪物全是献成蛋 而冷戴婶则一直在宣扬冯解密信制造恐慌 说上帝已经生气了 人们必须用活人献祭才能输入 金发姐实在听不下去了 上去就给了冷戴婶一大嘴吧 冷戴婶说好良言难选盖死鬼 瞧着吧今儿晚上肯定在出事 店员想眼镜说冷戴婶是本镇出了名的精神病 外来的客人请不要往心里去 只当他是在放屁 这个时候老抽叔坐不住了 非要带着人出去寻求救援 铁锤把绳子绑在了包头叔的腰上 想验证一下这帮人出去之后走多远会被干掉 老抽叔带着几个人走出去没多远 便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包头叔倒是被铁锤给拽回来 但上半事已经消失不见 基督徒冷戴婶说大伙都瞧见了吧 只有信上帝才能不嗝屁 不然让你们全都下地狱 营业员东梅和大兵狗胜曾经是同学 而且在初中的时候两人就开始眉了眼去了 本着大难临头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的讲话 这二位没说几句就亲上了 天黑之后怪物们发起了攻击 很快就把超市折腾的是鸡肥狗跳 一些凑人数的龙套也都交了饭票 刚跟老同学狗胜亲完嘴的东梅不幸被怪物咬了一口 并且很快就变一根儿的屁了 打这儿起 影片的逻辑开始变得不可思议了 首先是基督徒冷戴士 这种见人就咬的怪物居然放了他一晚 然后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章的嘛 这位老大将因为绝望啊 居然莫名其妙自杀了 而一直反对出去找死的铁锤也开始动摇了 变得像他那位脑子缺根条的邻居老抽属一样 明知道怪物在外面守住带兔 却还想着要跑出去寻找新的出路 理由是担心妖言惑众的基督徒冷戴士 会拿他们给上级献剂 接着几个人就人性本善 还是人性本恶进行了深入的参讨 这种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听了太多了 这几位也没说出什么新鲜的玩意儿 貌似高深其实没啥技术反量 为了给龙套哥疗伤 铁锤打算带着几个人抢往药店 这个时候基督徒冷戴士跳出来激励反对 并且向其他人散布恐怖言论 李奶奶实在听不下去了 拿起一块罐头就砸了过去 并且正中冷戴士上脑门了 随后铁锤带着人出发了 他们在药店里瞎悬磨的时候 邂逅了已经被怪物糟蹋的 不成人样的宪兵酱油哥 听酱油哥话里话外的意思 这次的迷雾和怪物事件 似乎跟军方有关系 事实证明啊 铁锤的这个主意不是一般的确信 虽然拿到了药 但是却搭进去好几套人命 而且奄奄一息的龙套哥也没救活 也不知道吐了什么 当铁锤带着残兵败将跑回超市之后啊 基督徒冷戴士的威信大大提高 包括刚开始反对他的鸡贼叔在内的一帮人 全成了他的信徒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铁锤等人去找狗胜质问 当这帮人来到仓库的时候 发现狗胜的两个战友已经上到的杀了 目前的情况是 这场大物和怪物的出现 似乎跟军方搞的箭头计划有关系 是军事试验失败导致的结果 在旁边偷听的鸡贼叔上去就把狗胜给揪了出来 根据狗胜的讲述我们得知 政府和军方认为还存在着 跟我们平行的另一个世界 为了看看另一个世界到底怎么样 科学家打开了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所以那边的生物全都顺着窗口溜达进来 虽然这件事跟狗胜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但冷淡婶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 巩固自己的地位 它必须要让狗胜背着黑窝 这样才能以警校游 震慑那些亵渎上帝的家伙 吃瓜群众很快就被冷淡婶给蛊惑 这帮人齐心协力把狗胜给扔了出去 这才是赤裸裸的人性 眼睁睁看着狗胜被怪物抓走 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当铁锤等人打算离开超市的时候 被警觉的冷淡婶来过 也许有人认为冷淡婶这娘们太坏了 一直在宣扬封建迷信忽悠吃瓜群众 但是从这部影片的结局来看 冷淡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店员小眼镜一枪把冷淡婶给毙了 精神领袖一词 那帮被洗脑的家伙也都不敢动 随后铁锤带着一帮人冲出了超市 果不其然呢 这个脑残的决定很快就让一些人丢了命 最后成功上车的只有铁锤父子金发姐 李奶奶和钱大爷 在超市里那些人的注视下 铁锤等人开着车上路 直到汽车开到煤油趴了窝 他们也没能走出迷雾 最后车上这帮人彻底崩溃了 为了防止被怪物吃掉 铁锤把自己的儿子金发姐 李奶奶和钱大爷全都抢毙了 可狗血的是 当他刚把这些人干掉 军方的大部队就杀刀了 有很多人认为这部影片不露苛旧 但个人觉得 如果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 根本编不出来这种故事 首先是人物行为的自相矛盾 铁锤作为男一号 刚开始显得很有领袖风采 阻止多谋运筹帷幄 似乎是大家伙的大救星 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 这个人物的行为 开始朝着很诡异的方向发展 一个求生欲那么强的男人 在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消息 没有任何官方证实的情况下 仅仅凭着小镇这个屁大的地方 发生了这些事 就想当然的认为 世界末日已经来了 并且很干脆的干掉了 包括自己儿子在那里撤人 看见那些被救出来的群众 铁锤彻底梦圈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景吧 导演就是精神病 编剧也有分裂症 人物各个傻道报 剧情到处是漏洞啊